极乐在现前一念心中全体具足,为何却感觉不到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西方极乐世界在现前一念心中全体具足,可弟子却感觉不到,是向上的极乐世界又在十万亿佛刹之外,遥不可及。 顾念佛时常不得力,请开始。 大安法师答,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现前一念之内,因为现前一念,这一念是从性上去说的,不是从向上去说。 从性上说就是性体,性量,性聚。 天台用这三性来概述如来藏性的本质特点,非常的精辟和完备。 我们现前一念,它的性体是不生不灭的,不动不摇的,如如不动。 性量是数穷三计,横辨十方,心辨虚空法界,灰尘沙土。 从性量的层面来说,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在现前一念之外。 从兴趣的层面来说,现前一念兴趣十法界,西方极乐世界就属于佛法界。 所以从理上来说,它是真实不虚的,但你感觉不到,这也是实话。 因为,我们本剧的性体,性量,性聚,还埋没在我们的烦恼分别里面,还没有彰显出来。 你真实性体,性量,性聚从果上彰显出来,那么极乐世界就在当处,那就是你现量心症的境界。 但虽然你感觉不到,但是它还是在我们现前一念,尤其现前一念的念佛当中,它会呈现出来。 它会在我们无明的内心发挥作用,作用就是熏和变的关系。 真如熏无明,我们念这句名号时,这句名号的真如石像就在熏我们无明的夜时的心。 熏就会产生变,变就是把我们夜时的心,全体的黑暗的,污秽的状态,慢慢变成比较清净的,光明的状态。 这叫不思易熏,不思易变。 你就久久迟念,我们的根深世界,就在潜移默化的改变。 感觉不到,但是它还在起作用。 所以是相上的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刹之外遥不可及,这是建立在生灭心基础上谈的。 从现前一念的性体上来说,旧心土是不二的,即土即心,即心即土。 理和事都明白之后,这就建立,叫做开元解,开元解就能修原形。 其实你这种信解建立之后,念佛的时候就有得力的要素在里面。 你就会感觉到,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是很亲切的,是不格的。 格是我们的烦恼分别,把净土跟阿弥陀佛,我们自己给它格开了,这种格就叫舍父逃逸。 但在佛的层面,它永远跟我们是不区隔开的,是同体的。 现在我们念佛了,已经是要撤掉这个区隔的屏障了。 舍父逃逸的浪子就回向父亲,走向父母的怀抱了。 你只要想到这个一点,我们跟阿弥陀佛的母子相依的这种亲切感,就会慢慢浮现出来。 所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原通章为什么要谈,阿弥陀佛意念我们如母一子。 那这个儿子,逃逝,逃跑了,虽意何为? 母亲的意和儿子的意不能相通。 所以如果众生也意佛念佛,如母一子,这种意佛念佛的心,也像母亲思念儿子一样的恳切,不间断。 那么母子历生就不会再分离了。 所以我们能不能像母亲意念儿子一样,以我们这个心去念佛,意佛。 但世间法也告诉我们,母亲思念儿子的程度是无限深广的, 儿子思念母亲的成分可能只是百千万亿分之一。 所以唐师就把母亲思念儿子比成三春灰呀,春天的阳光。 把儿子意念母亲的心比为寸草心,很微小。 阿弥陀佛跟我们也是这样。 阿弥陀佛意念我们如三春灰呀,我们意念阿弥陀佛如寸草心啊。 现在我们也要用三春灰的心来意念阿弥陀佛, 马上母子就能知心了,天性相关了,就能感应道交了。 所以,念佛一定要把义礼,穷子义母的心, 我等穷子在三界六道已经备受痛苦了, 一定要无限深情地,全生命的意念慈母。 我们才能跟阿弥陀佛从过见非见,若逢不逢, 变成十字街头,母子重逢。 有这样同体的亲切感,那你念佛可以说就得利了。